用手去打頭 一直默默的打頭 然後連自己都跳 然後我就說 睡到一半 接著就是 余帶梗葉話都講不下去 拿出女兒傷勢照片 做母親的怎麼也沒想到 好端端送孩子到托兒所 回來竟然變成這副模樣 是個四天 小饅頭媽媽首度露面 並公佈錄音檔 我跟妳說 它那個是奶水 奶水温度太高 事發在6號下午4點多 高雄一家托兒中心 當時爸爸來接小孩 發現不對勁 詢問後 主任還解釋是被奶瓶撞到 沒想到回家後 傷勢卻越來越嚴重 要托兒中心給個交代 老師這才說是被奶水燙傷 可是照妳說 這個奶瓶是不可能 會自己打開 但這個真的很難開 對此母親也提出質疑 認為奶水若是灑出 身體怎麼會沒有燙傷 而奶瓶品牌的瓶蓋 奶更是出了名的難開 怎麼可能一撞就開 燙傷當下托兒中心 沒有做任何處置 也沒有告知家長 女童也不是第一次受傷 甚至還一次比一次更嚴重 我們會後續持續要求社會局 來進行介入調查 進行後續的處置 除了議員關心 警方也介入調查 而社會局已經在9號受理通報 還在調查當中 將盡快找出真相 給家長一個交代 新聞賴欣楊凱旭謝嘉玲 採訪報道